为了要让高中篮球队员能够接触职业篮球训练的过程 学习更多 在新北市议员陈伟杰的眉合之下 日前由直男PLG联盟新北国王球队教练 带着五位球员来到新北市淡水区朱维高中 进行一场交流与友谊三对三的比赛 议员表示 希望透过新北国王直男校园巡回活动 让朱维高中的篮球队员们 未来都能够在运动上发光发热 那也希望说 藉由这样的一个球技的交流呢 可以让我们族为高中的这个 遗嘱篮球的未来的成绩 或是我们球员们的技术 可以更加的精进 当然最终还是希望 可以培养更多我们篮球的一个选手 不管是未来是出来 为我们新北或是为台湾争光 或是也可以成为我们新北国王队的 一个储备的一些人才 那我们再次感谢新北国王队 那也希望我们族为高中 这些篮球小将们继续努力加油 新北国王篮球队经过成军元年的扎根之后 本季目标要强化新北市在地的连结 球季开始前 10月份进行两档校园巡回 而这次由外籍的新任助理教练马克 还有数据影像分析师林振宇 带着正宗的一二年级生 来到了淡水区主委高中 进行篮球技术指导 并且球员李威廷与高陈恩 更分享了直男的心路历程 与高中生学员度过难忘的时光 但我希望不要大家就是觉得说 我现在打球一辈子就只会打球了 我希望你们就是把现在该做的事情做好 然后还是要有培养其他的兴趣啊专场 因为你不见得你们这些人到时候都会继续打球 然后不管现在有没有打到球 你要享受每一天训练的样子 如果肯努力的话肯做的话 其实是可以去打败所有困难的事情 对然后自己要对自己要有信心 对就像可能我身高自己比较矮小 可能上了球场上 然后有时候还是会去畏惧 然后会对自己没信心 但我觉得做任何事情都不用去怕 对 谢谢我们新北国王队 来今天特地到主委高中来 为我们高中部篮球队呢 做一个特别的训练 那也希望我们篮球队能从中呢 不仅得到篮球的专业的知识 更重要能够学会我们篮球团队合作 永不放弃的精神 特别感谢我们新北国王队 校长表示主委高中篮球队 虽然目前是遗嘱球队 但球员的拼劲相当高 这一次新北国王来到了学校 也进行一连串的篮球运动观念 与训练的扎根 而在主委高中篮球队球衣上面 也有新北国王的设计行政区的图章 带着淡水区的精神征战 透过这一次的交流活动 让高中球员们受益良多 未来也希望能够在比赛当中 肩负着淡水区与学校的荣誉 打出亮眼的成绩 记者许多安一淡水采访报导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